今天好戰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014年列車戰隊特級者的特級變身器 變身手環跟所謂的他們的共同武裝 特級衝擊槍 然後他有兩種模式 然後這一樣是本人之前所抽的那個盲盒裡面的武器 但是之前的武器 沒有所謂的車頭部分 所以本人找了一陣子 所以最近才拿到 先介紹手環的部分 手環是這樣子 然後火車頭是可以拆下來的 上面這樣子 然後都有電動功能 然後這個我應該可以別 但我個人還是不別好了 我怕等一下拆不下 有點尷尬 他的上面這個搖桿是可以往上推的 開關在這裡 誒 剛剛那是接觸不了嗎 我的可能快沒電 然後車頭可以拿下來 這邊壓下去 就可以拔掉也有聲音 然後扣進去 然後 然後 往下壓 誒 我後來發現 他的 燈光 只有這邊有 這邊是暗的 所以這邊沒有聲音 然後這邊有三個按鈕 可以各自有不同的聲音啊 控制一下 用動作 使用動作 怎麼在做 換成動作 把握手放上 特急 打到 打到 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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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頭換掉 換成透明版的 聲音沒有變 所以車頭好像換別的東西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這邊是沒有聲音的 這邊是沒有燈光的 這是暗的 這邊才是有的 然後就一直響 鐵道的聲音 退出 所以它的聲軌主要還是因為要扣上這個後 有沒有裝好像沒有什麼差啊 這個就有差 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是特級變聲器特級變聲手環的部分 所以聲軌的 然後電池是裝在 電池是這裡 這邊有個螺絲 這邊打開 就可以看到裡面了 但本就不開了 應該沒有什麼 然後這種還有別種車頭 這是工程車那一組 裝上去是這樣 然後主要是介紹這一把 我其實還蠻喜歡這一把的 有點像那個 太空戰士的那個槍刃 但太空戰士槍刃比較好看 這有點兒童取下 正面這樣子 另外一面就完全沒有塗裝啊 然後在槍的模式下按 這是第一種聲軌 然後這邊開關在這裡 電池是裝在握把這邊啊 打開 然後前面槍頭是這樣子 然後比較可惜啊 這邊都沒有任何 好像戰隊武裝都這樣 塗裝都單面啊 然後把所謂的 列車頭的部分拆掉 升軌就變成單一的 但如果裝上火車頭的話 基本上裝的火車頭好像就是 算是填充能量這樣子啊 聲音軌比較大聲一點啊 然後它有所謂的 刀子模式 這邊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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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 下面的鍵刃會往上推 往上推後 這邊的開關往下壓 旋轉一圈 就變成 就變成所謂的刀子模式啊 像這個樣子 然後刀子模式按下去 算是多了一個刀子的聲音啊 然後刀子模式的情況下 車頭可以拆得下來 那裝上去也可以啊 好 好 所以它這聲軌都不會斷 然後槍拔掉 火車頭拔掉 如果要刀子模式按的話 刀子模式按的話 身軌變成刀劍那種斬擊的身軌啊 算是一個蠻簡單的武裝啊 這邊壓下去 就這樣變形啊 然後拿在手上其實還算秤手啊 然後武裝的部分 我車頭的部分也是這樣子 前面是瞄準器啊 這邊也 我一開始有這個可以啊 後來發現不行啊 後面這樣 側面這樣 然後這個也可以跟那個列車王做合體啊 這邊有那個合體的 機關啊 像這樣子 然後可以組裝上去啊 像這樣子啊 這個其實在二手商店 在 拍賣上 大概有四五百塊就可以買 四五百塊就可以買得到 有盒子的話會貴一點點啊 算是這個系列的武裝啊 這個系列好像是 那時候我在台灣那時候看 真的是算一個蠻簡單的系列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把神軌先關掉好了 有點吵 這是列車戰隊 特級者的特級變身器 跟特級衝擊槍啊 2014年的作品 那今天影片